好 接下来看到香港中文大学最新民调显示 香港人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比率 跌至1996年调查以来的新低 其中80后的年轻人更低到2.4% 有学者认为原因是港人对中国政权的不信任 爱国但不爱共产党 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 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港人认为自己纯粹是中国人的仅约12.6% 下跌达3.9个百分点是历次调查中最低 其中80后的年轻人更低至2.4% 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认为 主要原因是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 香港人是更加认识到国内的没有民主自由人权 因此对于这个融合是感到担心的 再加上近年北京当国对香港的干预越来越多 中联办的官员也经常出来说话 这些都认为香港人特别年轻一辈的本土意识加强 调查同时显示港人对中共国旗国歌和解放军的抗拒提高 郑宇硕分析大部分港人都爱国 但就不认同共产党 香港人一本也都明白要将中国和党 中共是分开 大家爱国一回事 但是你说爱中国共产党 我相信是香港人的好少数了 民调结果引起中共当局的不满 中共《环球时报》星期二发表署名文章 批评民调不胜严谨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新唐人百姓 成唐人 新唐人 够